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乱れている食生活 混乱的饮食生活 食生活を改善しようと努力する 为了改善饮食生活而付出努力 有个词 风土 比如说 日本の风土に馴染まない植物 不适应日本风土的植物 日本人の精神はその独特の风土に根差している 日本人的精神扎根于其独特的风土之中 再一个词 水準 水準 水平 相反于是level 这个词 比如说 水準に達する 达到某一个水準 達しない 没有达到一个水準 生活の水準を高める 提高生活水準 或者说 生活の水準を低くする 降低生活水準 那么这个就是表示水準 相当于level 的意思 様式 叫样式 比如说 古い様式の家具 古老样式的家具 法律文書の様式 法律文書的一个样板 样式 该怎么写 建筑様式 建筑様式 古典派の音楽様式 古典派的音乐样式 还有一个词 世紀 世纪 跟中文的意思是一样的 年代 叫年代 那么还有一个词叫時代 叫时代 比如说 时代变了 那么叫 時代が変わった 接下来 改革 改革 比如说 教育の制度を改革する 改革教育制度 医療システムを改革する 改革医療体制 改革を進める 推進改革 改革 开放 开放 国を开放する 开放一个国家 人々を束縛から 解放した 把人们从束縛中 解放出来 开放式の出入口 开放式的出入口 そのホールは 一般に解放されている 这个大厅 像一般人开放 登山者に山を開放する 像登山者 开放这座山 来个词 高度 高度的 来一段 就是形容动词或者名词 我们说 高度を低くする 降低高度 那么这就是名词了 この高度になると 空気は気迫だ 到了这个高度 空気就很稀薄了 这都是名词啊 做形容动词 比如说 高度な技術を持っている 拥有着高超的技术 高度に機械化された工場 被高度機械化的工場 下个词成長期 跟中文意思一样的成长期 经济发展期 個人 这个字我们看一下 個人 叫个人的 这是个名词 比如说 個人情報の流出 个人信息的泄漏 個人の所有物 个人的所有物 个人物品 個人としては 私はこの政策は好き 作为个人来说 我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政策 個人専用のろっか 个人专用的一个柜子 体力の個人差がある 有着体力上的个人差别 接下来 所得 所得 收入的意思 比如说 手取所得 就实际拿到手的收入 是多少 扣完税之后 所得税 收入所得税 彼の所得は大変多い 大変少ない 他的所得很多 很少 所得格差が大きい 收入差距很大 接下来 一印 身用词表示显著的 明显的 比如说 一印変化 明显的变化 二者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点 人数显著增加了 伸びる 表示增加 伸展 或者伸长 意思 比如说 髪が伸びた 头发长长了 背が伸びた 个子长高了 所得增加了 ラーメンが伸びてしまった 这个ラーメン 放在汤里 一直不喝 他撑大了 这个炮得越来越大了 英語の成績が伸びた 英语的成績提高了 売上げが伸びた 销售额提高了 那么他的他动词呢 就是伸ばす 使什么东西 变长 使它伸展 将它拉长 使之增加 比如说 髪を伸ばす 头发流伸 背筋を伸ばす 把背给它伸直 腕を伸ばしたが 電灯に届かなかった 我把手伸得很长 伸得很直 一直去伸 勾着它 但是还是勾不到电灯 半括のシワを伸ばす 把手帕上的褶皱 给它拉拉平 拉平的意思 子供の才能を伸ばす教育 增长孩子才能的教育 売上げを伸ばす 提高销售额 下一个词 選択期 家务事 家务活 这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 家事に忙しい 忙于做家务 私が母の家事を手伝う 我帮妈妈做家务 家事に専念する主婦 一心一做家务 这样的家庭主婦 下个词 負担 名词 或者动词 表示負担 比如说 旅行の費用は 誰が負担するのですか 旅行の費用 由谁来負担呢 国民への 税の負担を軽減する 减少国民税負的負担 私はあなたに負担をかけたくない 我不想为你增加負担 要来 こうした 叫 这样的 这种的 类似于 このような 像这样的 对吧 那么类似的 还有 そうした 像那样的 こうした そうした 但是 あした 这个不大怎么讲 一般用 こうした そうした 像这样的 像那样的 这是一个连体词 后面一定要跟名词 こうしたこと 就是 このようなこと 或者 こういうこと 像这样的一种事情 像这样的一种 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连体词 接下来 伸び 名词 伸び 就是刚刚讲 伸びる这个词的 名词形式 伸び 比如说 一記记伸し伸び 显著的伸展 显著的提高 変化 表示变化 这些名词 或者是自动词 比如说 我们讲 時代の変化に応じる 适应 时代的变化 女性の地位が変化した 女性的地位 发生了变化 変化に飛んでいる 富裕变化 変化に乏し 缺乏变化 下一个词 流 流就是表示 数量的意思 跟下面一个词一起看 質 質 叫质量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讲 量より質を重視する 比起量 还是更加重视质 食べる量を控える 控制饮食的量 一日でできる仕事の量は限られている 一天能够完成的工作的量 是有限的 那么質 比如说我们再去一些 質の低下が最近 一日でできるし 最近 质量的下降 很明显 この紙は質がいい 或者質が悪い 这个指头 质量好 质量不好 質を良くする 改善质量 質的にも量的にも 徐来度は違った 这个东西 不管是从质上讲 还是从量上讲 都与以往的东西 完全不一样 再一个词 変える 表示改变 这是一个他动词 比如说 考えを変える 改变想法 歴史の流れを変える 改变历史的进程 出门前换了一下衣服 顔色を変えた 变了脸色 場所を変えて ゆっくり話そう 我们换个地方 来好好地说说吧 那么这是他动词 自动词是変わる 下一个词 現在 这是名词 或者做副词 表示现在 比如说 現在失明中的 现在正在失业中 過去から現在までの日々を 振り返る 回顾 从过去到现在为止的 每一天 平成25年5月1日 現在の世代数 平成25年5月1号 在此刻的 这个时候 我们直接接在一个时间 几月几号的后面 表示 在那个点上的 那个时刻的 家庭数量 世代数 要来下一个词 乳製品 跟这种意思是一样的 人人 比如说我们讲 周围的人们 团结众人 这种类似于 就是用一个词 把它同样再说一遍 表示这种 复数集合概念的词 在日文中还是蛮多的 比如说 还有 各个地方 比如说 到处都能看得见 再比如说 各家各户 各家各户都升起了吹烟 再比如说 各个小岛 由于各个小岛组成的国家 再比如说 随随随 各个角落 部屋の随随 まで掃除する 把房间各个角落都打造了一下 再比如年年 物価は年年上がる 物価年年在上涨 再比如说 遠处的群山 ムラムラ 各个村庄 マシマシ 各个城市 ツキズキ 每一个月 好多个月 像这样一些词 重叠来表示一个 集合的概念 接下来 紅茶 各种意思这样的 コーラ 可乐 コノム 这个字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他动词 表示爱好 比如说 彼は何より読書を好む 比任何事情来说 他都更喜欢读书 ワインはあまり好まない 葡萄酒 我不大喜欢 彼は一人でいるのを好んだ 他非常喜欢 一个人独处 他一生のコノミに合う 符合了大众的趣味 符合了大众的喜好 那么这个名词就是 コノミ コノミ 带个词 ショコーシュ 少清酒 还有这个パイチュウ 像这样的词 パイチュウ什么的 完全模仿汉语的表达 这样的词 在日文里面 并不是很多 常见的就那么几个 而且基本上都是食物 比如说还有青椒肉丝 青椒肉丝 乌龙茶 乌龙茶 小龙包 小龙包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 茶手 叉烧肉 烧麦 烧麦 这些词通常会 完全模仿汉语的发音 ウィスキ 威士忌 瓦瓶葡萄酒 皆さん 練習の時間ですよ ちょっと練習しようね 小龙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年轻人的意思 比如说 不成熟的年轻人 前途有望的年轻人 这个mono作为结尾字 作为构词方法的一个后半部分 通常就是表示什么什么的一类人 那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 勤劳工作的人 非常勤奋的人 小心者 谨慎小心的人 乡下人 懒人 叛徒 邪魔者 爱手爱脚的人 偎者 愚蠢的人 悪者 坏人 这些mono 都是表示某一种类型的人 接下来 family restaurant 家庭餐馆 family restaurant family就是家庭 一般我们可以简称familis 这种餐馆的话 就是比普通的restaurant的话 相对说 这个座位比较小 一般都是四个人的小桌子 然后价格比较大众化的 一个人大概500到2000日元左右 就可以吃顿饭的 家常餐馆 下一次 fast food 快餐 接下来 外食産业 外食产业 这个外食就是表示自己不做饭 到外面去吃 这个叫外食 这个是非常常见 比如说我们讲 今晩 気分変化に外食しましょう 今天晚上我们换个心情 我们出去吃吧 通常我午饭都是在外面吃的 外食と家で食べるのと どちらが好きですか 你在外面吃跟在家里吃 你更喜欢哪个 外食するより 自分で食事を作りたい 比起在外吃 我还是更喜欢自己做菜 下一个词 急激 激烈的或者急剧的 比如说 新冬动词 急激な変化 激烈的变化 相当于是 换个形容词叫 激 再比如说 人数は急激に増える 人数急剧的增加 株は急激な上下度を見せている 股票展现出一种激烈的上下动荡 再一个词 国際化 国際化 比如说 国際化に対応する 人对国際化 国際化した日本企業 国际化了的日本企业 那么这个可以做自动词 国際化した 国际化了的日本企业 还有一个词叫 グローバル化 一样的意思 全球化 比如说 市場はますます グローバル化している 市场越来越全球化 带个词 健康 显著的 健康 就跟我们之前看那个 一字路戏 一样的意思 只不过健康是一个形容动词 比如说 健康な進步 显著的进步 影響が健康に現れた 某种事物的影响 显著的显现了出来 明显表现了出来 下一个词 背景 这个词表示背景 首先就可以表示 这种实际的背景 比如说 山を背景にして 写真を撮った 以这个山作为 我们这个照片的背景 然后拍张照片 軍事力を背景にした政治 以军事力为背景的政治 事件の社会的背景 事件的社会性背景 情報化社会を背景に 生まれた小説 信息化社会 为背景下而产生的小説 下一个词 家族团乱 这个词不是很常见 家族团乐 就是指家族揃って 楽しく時間を過ごす 然后来減る 表示减少 这是一个字动词 而且注意 它是一个特殊的 是五段动词 不是一段动词 虽然路前面是へ 比如说我们讲 会员数量减少了 体重が5キロ 减少了5公斤 人口が目立って 減っている 人口正在显著的减少 腹が減った 肚子减少了 就是表示饿了 腹が減った 肚子饿了 就是 おなががすいた 的俗语表达 一般女性不使用 它的反应词呢 是增加 好 这样子就是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读解文 首先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来读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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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生活はフードや生活水準、生活様式などと深い関係があります 中国では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の経済高度成長期に入ると 個人の所得が著しく伸びて、どの家庭もテレビや洗濯機などを使い、家事の負担が軽くなりました こうした所得の伸びや生活様式の変化は、食生活にも大きく影響し 人々の食べ物の量や質、そして食事についての考え方を変えました 例えば、以前は米、肉、魚が中心の食事でしたが、現在ではパン、乳製品などが多くなりました また、人々がお茶よりコーヒー、紅茶、コーラ、ジュースなどを好み 商工酒やパイチューのほかに、ビールやウイスキー、ワインなどを多く飲んでいます 特に若者の食生活が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 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やファミリーレストラン、ファーストフードなど 外食産業が急激に発展するとともに、若者の食生活の国際化が顕著になりました このような急激な変化の背景には、各家族化や少子化が進んで 家族団々で食事をする機会が減っているという原因があります 現代の食生活、現代の飲食生活 食生活は、フードや生活水準、生活様式などと深い関係があります 人生生活与本土、生活水準、生活様式等等 当時は、人生生活和这些因素、有著深深な関係 注目では、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の経済高度成長期に入ると 個人の所得が著しく伸びて 我們看一下、在中国では、表示說話的一個範圍、一個對象的範圍 在中国這個範圍裡面說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高度成長期に入ると 這個と顯然不是假設 因為這個已經早就過去了 是一種表示確定条件的と 說中國一旦進入了8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之後呢 就出現了什麼什麼什麼樣的現象 什麼現象呢 個人的所得就明顯的增加了 著しく伸びて 這個伸びる表示增加 どの家でも、無論是哪個家庭、テレビや洗濯機などを使い 都用上了電視機和洗衣機 家務的負擔變得輕了 那麼這個時候他就用是 就用過去式 因為80年代早已經過去了 こうした所得の伸びや生活様式の変化は こうした就像這樣的 是一個連體字 像這樣的所得增加 還有生活樣式的變化 怎麼呢 食生活にも大きく影響し 這些變化對於生活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影響到什麼什麼 我們可以用2、食生活に對於飲食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影響 人々の食べ物の量や質 そして食事についての考え方を変えました 人們的食物的量和質 以及關於吃飯這件事情的一種觀點 一種思考方法都改變了 這就後面的主語還是指這個変化 就是這樣一種所得增加和生活樣式的變化 這種因素改變了人們的想法 所以說他用了個他動詞 変えました 因為是變化改變的想法 是這樣一個意思 所以說這裡應該使用他動詞 然後呢 についての 關於什麼什麼的 例えば以前は米、肉、魚、肉、魚 魚が中心の食事でしたが 比如說以前的話呢 是米、肉、魚 這樣子是中心的一種飲食 對不對 就是這個時候他是把米、肉、魚作為主語來看 那麼他們就是米、肉、魚是飲食中心 對吧 什麼什麼が中心の食事 是核心的飲食 大家主要吃這種東西 那麼這個時候でした 因為是以前 因為是以前 如果我們想把人做主語 過去的人們把米、肉、魚作為中心 那麼就是說 以前人人は米、肉、魚、魚を中心の食事として食べていた 那麼跟他的意思是一樣的 以前米、肉、魚是飲食的中心 然而呢現在では 到了如今怎麼樣呢 パン、牛製品等が多くなりました 麵包、乳製品等等的就變得多起來了 また人人人がお茶よりコーヒー、紅茶、コーラ、ジュースなどを好み 好み這個主語是人人啊 また是紫外 紫外的話呢 人們呢 比起茶更加開始喜歡 咖啡、紅茶、可樂、果汁等等 這樣一些新的東西 好み啊 喜歡的意思 小口酒や白酒の他に ビールやウイスキー、ワイン等を多く飲んでいます 像這個紹興酒啊 還有白酒之外啊 他に 除了喝紹興酒、白酒之外呢 還有啤酒啊 威士忌啊 和葡萄酒啊 等等 也開始很多的喝 多く飲んでいる 喝起來了 特に 若者の食生活が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 尤其 特に 尤其是年輕人的飲食生活 发生了很大的變化 那么这个他用了一个自動詞 変わりました 因为这个时候 年輕人的飲食生活改变 他主要想强调这个改变结果 跟上面这个讲说 变化改变的人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他自己用自動詞啊 年輕人的飲食生活随着时代而变了 コンビニエンスストアやファミリーレストラン ファーストフードなど 外食産業が急激に発展する トトモニ トトモニ 这是一个句型叫 与什么什么同时啊 与这个便利店啊 コンビニ啊 还有这个家庭餐馆 还有快餐业等等 这样一些个 反正都是属于这个外食产业 这些餐饮业 飞速的在发展 与此同时呢 若者の食生活の国際化が 顕著になりました 年轻人的饮食生活的国际化 也变得明显了 このような急激な変化の 背景2は 像这样的一种 急速的变化的背景中 这个时候背景2は的2 是跟最后一个あります 呼应在一起啊 在这样一种急速的变化中 有着什么什么的原因 各家族家族化 和家族化 这个和就是指的那个核心的和 就是一个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这样一个小家庭化 各家族化 小子化 还有这个少子化 就是说 这样一些现象呢 不断的推进 不断的发展 家族团团 就相当于是一个状态 以家族团乐的方式来一同用餐 这样的机会呢 在不断的减少 也就是说 外食产业的变化 这个餐饮业的发展 如此急速 这个背景当中就是说 小家庭化了 还有孩子越来越少了 这样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 那么过去的那种大家族里边 以全家团乐的方式来敬堪 这样的机会在不断的减少 然后来个 这样的原因是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